為了問外馬士包包給老婆,我今天又要努力工作了 早幾天有個粉絲私信給我,他發了一輯照片給我,就說這個地方很美 但是他現在人在國內,他還沒回到香港,就想我拍一條片給他看 今天,過來啦!拍一個全屋的大解構給你們看 除了給這位粉絲之外,也都送給你們看,我們去片 老闆,歡迎回家,請進來,今天我們來到 今天我帶大家參觀一個203屏的一個巨宅 還要附設109屏的天台,首先看看這裡 飯廳、客廳,是一個L型的設計 整個項目在這個屋苑裡面,只有這一櫥,這個單位 有這麼大的L型的景觀窗,落地玻璃 那我們現在出去露台看看景觀 為什麼我要跑過來呢? 就是因為這個露台實在太誇張了 一共長13米,寬是1.6米,你看 我近乎可以一字馬都可以 為什麼我長得這麼帥,但是要掉頭份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景觀 我們首先會看到,最左邊就是李嘉誠先生興建的池山寺 然後一路向右掃,就是船灣淡水湖的海景 然後再看前面就是我們屋苑小區裡面的一些別墅 以及分層單位 我們置身客廳的部分,這裡放了一張六人的設計 然後還有一些配襯的木椅子,有一張書桌 其實可以足夠12人在這裡開會,都足足有餘 我們這邊有個很漂亮的飾品櫃 然後還有一張很寫意的貴妃椅 可以放出露台,曬太陽也沒問題 我們過來飯桌這邊,這裡放了一張 哇,神木,質地很漂亮的12人大餐牆 就算是放了一張這麼崩潰的大餐桌之後 其實你看這裡還有很多走動空間 完全不會說有壓迫感 廚房部分,你看到全部的設計都是以木紋做式面板的 但是中間就放了一張黑色和灰色非常漂亮的中度桌 不要只是單單以為普通中度 其實它放了很多廚房空間在裡面 嘩 然後這裡另外還可以拿電插鬚 這裡還有一個電掣位 那就不用怕線在旁邊拉來拉去 會很美觀 然後這裡就是全部爐頭抽油煙機都是Gagonel 嘩 這個焗爐 不要說蒸魚 兩隻火雞 聖誕節開Party招呼朋友都沒問題 嘩,這個我太太最愛的港女煲 這裡有同樣是Gagonel的蒸焗爐 然後你會問雪櫃在哪裡 其實雪櫃的操控 其實只是在彈指之間 然後就可以輕鬆 嘩,你有沒有看過雪櫃在內籠 由於這個單位太大又太漂亮了 所以我想每一個部分都可以跟大家仔細講解一下 其實這個項目發展商的付款方式 都是一個重中之重 內閣,當我剪片的時候 我發覺影片實在太長了 因為內容太精彩 所以我今次決定 會將這段影片分享下兩集 希望大家敬請留意下回婚解 雖然分享下兩集,但Slogan也是要說的 溫房,爪咪高 拜拜,活爪咪高 我們沙子姐